边缘快速的涂抹 不要刷两遍 刷一遍即可 这样即可 就快速的刷过去 涂抹的时候 一定要把涂崖叶抹匀 而在腰线上刷 最好是只刷一遍 这样放在咱们的平台的工装上 加持住 把门关好 然后 咱们的视频显示区域 就会出现咱们的涂抹 涂抹液之后的钻石腰线 然后 这里就是有XYZ三个轴 通过它们三个轴的调节 来调节咱们那个钻石的位置 这一轴正负是通过来回距离调焦 调那个视频的焦点和激光的焦点 当咱们点动 按XYZ三个轴的时候 最好是按住 不要轻点 轻点的话会引起软件的卡死现象 所以一定要长按 这是 这是X轴左右 这是Y轴上下 这是Z轴 控制图像清晰 也就是咱们的视频对焦 这里就是 杠石的腰线 或者钻石的腰线 咱们看得清 清不清晰 主要是看 它的两个边缘的棱 清不清晰 因为中间是白色区域 会影响咱们视觉 视觉效果 判断不明 它是否是焦点 所以 正常来说 大多数用边缘来判断 图像是不是在焦点上 然后 要打标之前要观察 观察 咱们的这个范围 打标的范围 一定要是保证 图像清晰才可以打 这里输文本 任意输入阿拉伯数字 或者英文 12345 这个红框是字的高度 100个米 在字高 在这里 软件这里 可以调节字高 字大小字的高度 随便输入80 一点屏幕 表示确定 可以观察腰红的宽窄 可以适当的放大或缩小 字的高度 底下是显示字的长度 还有字宽 字间距 字间距可以 如果要是感觉 字幅的间距 稍宽 可以改到 改小 这样它会变小 改成10 然后默认的是30 默认的是30 好 这样确定 然后 如果 在红框的范围区域 还有在视频的范围区域 图像是正常清晰的 就说明图像在焦点上 然后可以进行雕刻 开始 会看到一个激光的光点 和在十字叉丝中心 发粉红色的激光 就是正常显示 这边雕刻的时候 然后咱们指示灯 会不停地闪烁 直到闪烁停止 激光也会停止 然后再烧开 再烧开 小范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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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边